那我们明确诊断尿毒症之后呢 如何去快速有效的治疗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这时候因为尿毒症是一个各个 这个 这么说吧 它是所有的肾脏病 当这个损伤肾脏到一定程度以后 肾脏功能的丧失而出现了一些症状 那么就决定了它的病因是 这个各种各样的 它并不是完全同一种病因 病因非常复杂 对对对 首先要一个明确病因 有的时候明确病因以后治疗起来 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甚至有很多尿毒症都是可以逆转 甚至这个治好的例子 咱们现在主院的这个病人里面 就有这样的例子